大家好,我是减肥博主天心妈 带着数万的姐妹减肥成功 这是我们七天收五斤的第四天食谱 开始做早餐了 准备200克的西葫芦 少许的胡萝卜 切成细丝 放盐 杀出水分 一定要放些清水把盐分滤出 放入大碗中备用 放些葱花、花销面 松鲜鲜调味 加入两勺燕麦麸皮 一个鸡蛋 搅成糊状 锅里喷油 倒入面糊 整理成一个薄薄的大饼 里外煎至金黄 出锅 这张杂粮饼包含了主食 蛋白质 扇斯纤维 加上250毫升的纯牛奶 两克的咖啡 五克的菊粉 提高代谢润肠通便的 这就是我们完美的早餐搭配 午餐我们准备韭菜末200克 鸡蛋一枚 锅里不用倒油 倒入蛋液煎至金黄 然后呢 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虾皮 炸锅 我们节子餐也要做的色香味最全 放木耳韭菜 炒熟出锅即可 搭配上150克的猪心 一份杂粮饭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午餐的搭配 晚餐更简单 150克的圣女果 配上两袋 雪鱼鸡肉丸子就可以了 如果你家里有虾呀 鸡腿呀 也是可以的 明天见姐妹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